面对孤云阁四大金刚F4 萌星时期的你们 到底用了多长时间 我是被打得飞起啊 一生要强的阿伟 必须证明自己 直接上演一手极限拉扯 不甘不克完原神 不花一分钱 每天三小时 到点秒下号 主打就是一个真实 第十一天冒险开始 上线就是蒙德城 来到炼金台 合成浓缩树枝 话说这俩 狗粮是要喂到什么时候啊 接着就是每日秋秋人 召唤流就是一通乱杀 搞定就赶紧活动开始 上路散兵 一手裂风争气 是嘎嘎乱杀 下路万叶 一见秋风落叶 是干净利落 活动搞完想着做任务 发现粉丝说 我打不过F4 一生要强的阿伟 必须证明自己 F4和我必须有一个挡下 现场教学 一手极限拉扯 搞错了 再来 现场教学 一手极限拉扯 一定要用你们的智慧去战胜他 我打得到他 他打不到我 怎么办 一场大雨及时赶到 F4今天只能倒下 打开卡池 发现原石不够 那就曾言巨渊走起 跟着任务找志琼 拿到地图 就去解锁盘键 三个搞定 地下打开 图中的宝箱 肯定不能忘了 接着来到地下 刘明石先不找几件 搞定锚点 开宝箱 任务也要同步进行 地图开到一半才想起 昨天雪山飞红任务 那就回到雪山接着干 再打开卡池一看 发现还差683原石 撸起袖子加油杆 各种秘境搞起来 里面的宝箱别忘了 接着再来地灵看 一个40原石是真的香 直接就把萌德的搞完 顺手再交一手阎神童 卡池一看 发现还不够 果断成就领起来 教程还有也领了 总算是够了 来 站搁起 按下神之石抽 随着一道紫光亮起 巴巴拉闪 老明 我是真的 三命巴巴拉到手 还是找阎神童去吧 热情的粉丝纷纷进入世界 中途还把剑文做到了第七章 当然 体力可不能忘 OK 三小时已到 阿伟请下机 做个第十一天的小节 曾言巨冤任务来到了地下 剑文做到了第七章 里月神像供奉到了八集 限定池十抽出了巴巴拉 冒险等阶来到了三十三集 那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集了 很久不见 不见 我们下集中 散发 散发 铁